新城乡公所获得环保署垃圾埋场改善工程及内政部北浦都市计划道路改善工作 由于争取的经费必须配合才可以顺利进行 31号下午乡长河里台率领公所团队和各村村长到县府拜会 经过讨论之后获得县长徐正位支持 县乡共同要来剥划新城未来的发展 县年县长河里台率领者建设客厂欧阳金府和各村村长 前往华林县府拜会县长徐正位 由于今年度获得环保署1000多万元的垃圾沿埋场整体改善工程 和北浦村都市计划道路改善工程于2000万元 但是需要配合款中央才会移住经费 为了争取这项配合款 向上河里台并且请建设客厂来进行说明 在109年的8月17号 环保署已经核定我们5000万的工程经费来办理 那么这个案子要做的部分是要做 加进堂鼓墙 那我们垃圾厂的线纹的高度可以增加到5公尺 再也就是我们厂区内的一些PC跟AC路面的一个改善 那合约经费是5000万 那我们在9月28号的时候 也有韓文给花链县政府 曾经花链县政府能够予予补助配合款600万 前都市计划道路的新批工程 这个案子来讲是在109年7月15号 经过内政部核定1亿2278万 我们就接在111年9月完工 那我们整个工程费用来讲 经过我们初估 并且是8千万 那么这包含了一个土地的费用跟征受费 然后这样子的费用来讲 因为那个需要25%的配合款 地方的配合款是25% 所以所需要的经费是1200万 那部分来讲也恳请新闻国师傅是可以予予补助 经过说明之后 获得县长许政委的支持 县政厂的合理台则是感谢欢迎县政府的支持 县政合一共同来为地方来努力 在各方面是要我们接触细节 县政我要前例来支持县政厂 这一份的情感 我们新闻乡是要前例来支持县政厂的合作 县政务不只对花了一些十三乡政要用心 对新闻乡有特别的支持 我们都心存感恩的心 所以我们谢谢今天春党 在整个登门的过程当中 没有很大的争议 经过这样的父亲党主持协调 就很严密 我想这种会议是非常棒 然后乡政的财政的问题各方面 县补有的吉利帮忙 所以谢谢今天副县长的吉利处长 还有我们要御机长的吉利处长 谢谢各位村长的参与 我们要先做什么事情 我们要前例帮忙 像我们这一集的严小姐的晚会 甚至是中修节的晚会 现在我们都非常支持 我们只要计划来 把这前例来给我们帮忙 让我们各村馆在活动的联谊 宗教信仰 这个议算跟建设 各方面都帮忙非常多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现象要合纵 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副县长 谢谢 现在下来和立台 同时也向县政府争取嘉兴村 孙安村和新城村 配合华林县政府太平洋观光节 能够在这三个村来争设灯笼 来点亮地方 同时全项将会点亮光明 同时全项将会点亮光明 沙特衍 5 7 7